根据了解呢 在终植会当中 王世坚畅所预言了30分钟 八问赖清德 议题包括了核电 租赁公司的乱象 台湾价值 青年价值 寿险业 以及原民禁法补偿条例等等 那当然王世坚也特别提到 由于他认为上个会期 立法院的题目都太过政治 行政团队应该要多重视民生议题 那当然王世坚在终植会 要开始之前他先受访 他就说中常委的职责 本来就是该当乌鸦 如果是和英天使就不需要我 把不同声音跟思考 带到党中央讨论 这才是对的 我以当乌鸦为荣 而他再次强调 我不是赖戏 看我的眼神就知道 我不是赖戏 而是奸戏 只有王世坚一人的奸戏 我的老板就是人民 要代表人民提出一些看法跟见解 并且提供给民进党参考 好那王世坚也说 他在会中讲了这么多点 赖清德呢 除了让他畅所欲言之外呢 没有用笔记录 但是都能够一一回答 他说赖清德真的头脑超强的 好那根据转述 赖清德有针对王世坚这八点 做一些原则性的回复 那么同时也针对 王世坚提到民生议题的部分 赖清德说没有人不重视民生 大家都是以民生优先 好那当然是不是奸细变赖呢 王世坚被问到的时候 他开玩笑说不会 因为我不抽烟 好但这两个人是怎么样 还是一搭一唱 亮哥怎么看 我觉得王世坚 只要碰到不同政党 他一定站在民进党这边 那赖清德我觉得 他也不会跟他唱反调 了不起就是陈丁飞 因为他跟林俊仙不熟 那陈丁飞他们有 20年的交情 我觉得他对赖清德 这个也不叫批评 如果要批评 我们应该问更尖锐的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郑文燦桃源土地案 要不要办 对不对 那问这个就是 这个有些都是他立法院咨询过 对 他自己的 对啊 所以他只是 我跟你讲这个人就是 中央中常会 党主席赖清德回答过了 那他夏威奇到立法院 就会这样讲话 他就跟他讲说 这个总统回答过了 那你还反对吗 所以我觉得是在玩政治 那基本上他当然关心 民生议题这是事实 那那个朱立业他已经讲过 好多次了 跟金管辉就在那边骂过两次 我都看过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 借力使力 那总常委本来就是有这个好处 他会见到主席 那他就可以用这样来 对行政院的那些各部会表达说 这个总统已经有交代了 那他以后就会比较好推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这个不叫做杠赖清德 不是啦 因为这几个议题 赖清德本来就 本来就可以处理 哪有什么动到伤筋动骨的 不过这个他讲到赖清德 事实上可以一一回答 这个是真的啦 所以我就觉得赖清德 对国情之文会 抵触成这样实在是没有必要 这真的是太政治了 我从来就不认为 他来国情之文 回答个20个立委会是问题 他怎么会有问题呢 我觉得他只是怕被问到 敏感问题 赖皮疗什么时候要处理 蔡英文论文什么时候要公布 好像这一类的 这两题坚哥都没问啊 对不对 坚哥如果够坚 应该问这两题 我可以帮坚哥列 那他就黑了 更黑好不好 我可以帮他列另外八个问题 保证他每一题都成为报纸标题 蔡英文论文要不要公开 赖皮疗什么时候要拆啊 对不对 桃园土地毕案什么时候要查啊 台南光电案要不要抓啊 这个很多啊 如果台南光电案跟市长也有关 市长是不是要停职啊 是要比照高红安啊 我跟你讲要问坚瑞的问题可多了 我们 因为我跟坚哥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们希望他越打越有劲啊 因为这种人中常委也不多啦 中常委连跟赖金德讲话都是毕恭毕敬的 因为那天黄伟昂看到一个镜头还特别跟我讲 说全代会赖金德进场的时候 那看到一排人他就一一握手嘛 那黄伟哲是这样 哎呦 黄伟哲竟然怕死他了这样 所以 所以我说有一些人真的是怕死他了 就是可能有一些中常委看到他办赞文燦 你如果手脚不干净你就会怕怕的 会 坦白说啦 其实王世坚我认识他蛮久了 他真的是 他绝对不会来搞钱 因为他本身就有事业 他不会搞这种东西啦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显然不是如此嘛 所以 我们就希望他继续秉持这个风格做下去啦 就这样 好那启升哥怎么看 王世坚跟赖金德建言 这个是在玩政治呢 可是在这个一来一往一搭一唱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赖金德瑶借由王世坚来传达一些东西 来秀一些东西 我觉得政治就绝对不会是我们一般市井小民 所看的这么样的简单 或者我们看的那么表浅 那王世坚的这个在担任中常委之后的 中常会当中的这些发言之所以那么惊艳 我觉得应该是有对照的效应 对照的效应 因为刚才委员也特别提到 就是跟一般人看到赖金德的那样的一种 这个卑躬屈欺 唯唯诺诺而言的话 那王世坚显然就是显得比较相对的大名大放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照组 你看连一向跟赖金德不和的陈廷飞 都自称自己已经是赖戏了 你就可以想见现在面对一个 对面对一个所谓的当权者 权力集中者或者统治者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嘴脸 那所以更显得这个王世坚在表现上头的突出 那我觉得当然刚才委员描述的 我也觉得相对的认同也就是并不尖锐 而且他提到的这个所谓薯条三兄弟 就是那个中猪 这个豫荣和润 这三家的这个所谓的合法的这个待放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坦白说 我相信可能在我们网路上头 收视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一定会知道 其实在网路上头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反响 也就是获得非常多人的支持你知道吗 他确实是就这三个就变成是合法的地价钱庄一样 他放出这么高的一个利率 然后来把这个钱借贷出去 其实对于很多的包括广大的股民 还有对于很多的这个 我们在资金筹措上面有困难的这些朋友 还有一些买车族 因为这里面光两家就特别是锁定买车的 就是我看到就是这个豫荣跟荷润 那所以因此我觉得会获得这个支持 不过王世坚又目前的短期的报复来说 又没有要选台北市长 根本没有要担任什么中央级的这个首长 他打这个全国性的议题 他确实是获得了非常度的高的能见度 我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也让他某种程度也洗白了 他所谓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都普遍比较泛政治化 或是普遍比较意识形态深重的 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之前在台北市政府 王世坚能够让韩国瑜一炮而红 不就是还记得那样的一个质询吗 南北才从一起串联就这么简单 对啊 因此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也是没有这些证据 因为我们后来事实证明了韩国瑜在这个北农的这个期间 确实是非常的埋头苦干 所以因此那王世坚呢 那他我觉得某种程度 代表着一点点蔡英文的声音 因为毕竟他还是属于英系嘛 那要去督促 也就是好像也某种程度 因为现在看起来是 萧美琴发挥不了所谓坚军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因为你看他在这个 美国这次大选当中 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押宝里面的这种 这个进退失去啊 我都觉得说 显然好像都没有听进去 萧美琴的谏言 如果是萧美琴在操作 台湾对于美国大选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不应该是今天看到这样子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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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举措 这个非常失去的这样一个情况 于是呢那王世坚在党内呢 就扮演起这个帮忙蔡英文来兼军 这样某种程度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说既然本来就不对盘 那王世坚呢 刚刚委员说王世坚不缺钱 所以他宁愿也做一个相对比较有格调的政治人物 于是呢他就有什么说什么 然后就站在民生的这个角度 一方面洗白自己浓重的这个政治色彩啊 或者意识形态 那二方面呢也就是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洗白 第三个呢发挥他兼军的这个效益 第四个既然大家已经不合了 我就不必在那边虚与为疑 我就摆明了我就是跟你不是同派系的 从我眼神就知道我不是赖系 我把话挑明的说 挑明说以患德赖清德 对于这种少数声音的尊重 另眼相待 因为你总是要安抚各方势力嘛 作为一个领导者 所以他发出不同的声音 所谓的会吵的小孩有糖吃 某种程度他也有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不是他的本意 但他绝对有他的一个附加的这种效果会出来 那我对于这个王世坚的这些表现呢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而且他问的这些问题 那确实是你比如说核能 那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卓龙泰 讲到2030年那种毫无诚意的说法 你都已经不在位的人去许诺那种恶灵 就如同说蔡英文在那边许诺说 反正下个世代已经早我也不执政了嘛 所以一样的意思我都觉得说都非常没有诚意 那我就觉得应该要确实要把民进党这个核能政策 因为这关乎到每一个百姓 包括通货膨胀等等等等 连锁的很多的这些效益的问题 我都觉得确实都跟结在电力 那因此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 不是含糊笼统的 那你比如说 崇宏泰说了说考虑2030年 考虑重启核电 没想到又被行政院自己发言人打脸了 因为确实这件事情 这种回答是非常诡异的一种回答 那为什么30年就可以 那为什么24年就不行 你到底那个理由是什么嘛 那既然这个是你们的所谓神主牌嘛 既然是你们的道德制高点嘛 对不对 还有你们还讲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嘛 难道2030安全问题就能够获得解决吗 好像也不能嘛 那为什么30可以24不行嘛 那总是应该要对外说清楚 不过又打脸了 打脸也很好嘛 反正就是老百姓就受苦嘛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它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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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